云门13年未曾演出过的舞作《烟》 最近要重出舞台了 这个作品被瑞士、苏黎士芭蕾舞团买下版权 这些年来在欧洲演出非常有名 不过林怀明说 因为在台湾太久没有演 感觉很像个新作品 烟有云门少见的华丽色彩和西方风格 以及轻快的华尔斯舞步 在林怀明的众多作品当中独树一格 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当中有一句话 有时会忽然想起某个春天所听到的一个名字 烟就试图以此出发呈现出 往事如烟只剩枉然的感受 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 却有着云门少有的芭蕾舞风格 弥漫着一种迷离的神秘气氛 这是林怀明当年在欧洲连续公演三个月 见证了春天百花齐放 以及读完普鲁斯特名著《追忆似水年华》后 创作诞生的一支舞作 关于春天 关于花落 关于青春跟 青春不见了 那些东西我都觉得很有趣 整个事情大概就是 只是当时以往然吧 舞台上投影着画家连剑星的作品 孤树耸立 水塘反射着光影 充满着一种超现实的气氛 身穿彩衣的舞者在华丽的回旋中 见证了时光的流逝 他画了很多 魔幻写实的东西 看来都是真的 可是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在一起 都在一起 可是非常的美 颜色上面是一个 根据连剑星的图 那我们看怎么配这些东西 所以整个舞台上 大概是最彩色的一个舞了 但是他又很压抑 有时候菜籃 有时候压抑 在俄国作曲家 许尼克的音乐中旗舞 林怀明说 烟可以说是云门最西方的一支舞座 运用了大量的华尔兹舞步 风格十分的鲜明 这华尔兹很 第一个很华丽 很开心 很亲密 而且很合法 而且合理法的亲密 所以这里面就可以发生很多的事情 回为十三年再度演出 烟呈现出云门少见的瑰丽色彩 营造出回忆跟遗忘的迷离境界 也让观众认识了不同的林怀明舞座 春天要怎么样 那个很大的迷惘 那个不会说 我再也不会编这样的舞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